199大公報 特首 深港通爭取年內開通 2015年7月10日要問A02大公報信 近日內地及本港股市波動 令市場擔憂深港通無法如期開通 行政長官梁振英作臣出席立法會答文大會時特別提到 深港通對兩地市場互聯互通非常重要 會繼續與國家有關部門爭取如期開通 梁振英指出 本港與內地早前推出的多項政策機制 與互港通及基金會營等 都是完善兩地的互聯互通 未來內地金融市場將會完善 本港與內地相關部門將進一步合作 對於近日港股的波動 梁振英認為 這反映香港金融和股票市場成熟 監管系統完善 在近日的跌市中 市場有制度 法規 以致政策 措施均通過測試 而本港成熟的金融市場發展 而這種實力 除有助香港發展為國際金融中心外 也可為內地金融市場發展提高技術和經驗 香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譚惡行作出席一項活動 香港亦表示 深港通是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的大趨勢 由互港通開始 然後是基金回應 之後是深港通 市場一定會向前走 相信深港通不受近期股市波動而影響開通 不過 信銀國際首席經濟市兼研究部總經理了群擔憂 深港通在年內開通的機會仍然很大 但亦要取決內地救市成效 若股市繼續動盪 不排除延遲至明年開通 港交所但百分之十五中指九連跌另外 除而周勇某遙 港交所零零三八八中指九連跌 昨日股價大幅反彈百分之十四點八四百 至每股以百三十三點六元收時 每股升幅高達三十點二元 全日成交兩三千七百八十萬股 成交金額高達八十三點九七億元 港股通亦中指多日正流出 六得五十三點二二億元買盤 賣盤三十八點零一億元 全日正買入十五點二一億元